先来总结总结就是北海适合居住的几个地方吧 我选的这些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银滩周边 因为银滩周边呢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民宿 还有周边的不同的小区 房型呢也有很多种 你像有别墅啊 有民宿啊 有各种小区啊 开家啊 一居室两居室价格 户型房型很多 价格呢也都不 也都价格呢也都相差很多 先来举个例子吧 我知道的北海银滩 一个是这个淡加小镇 淡加小镇对面的几个小区 环境都算是比较不错 而且老年人在这边居住呢 也都算是挺 环境挺好的 小区内部的环境也都挺好的 给大家说说这个淡加小镇吧 淡加小镇 大家去过银滩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淡加小镇这个地方 基本上都是一些民宿为主 那边的价格呢 基本上是在1000块钱左右 1100到1200块钱 1200左右的一个价格 都是一个开间 就是正常民宿的一个开间 就是一张床或者两张床 包水包店 一个月的一个价格 在1100到1200左右 淡加小镇呢 优点是在于哪 毕竟住民宿嘛 省心 换个被子换个路子 基本上叫民宿的老板就给换了 而且配套呢都特别全 你像桌子椅子啊 什么电视啊 什么背后路子啊 还有什么炒锅呀碗筷子什么的 基本上民宿老板都给你配选了 不用说担心没有被子 没有路子 之前有一个网友给我私信说 有望那个看了你的视频 我在那个哪租的那个小区 啊没有被子 给我动够相 实在是抱歉啊 就是没有可能 没有提醒到大家 民宿呢 就是好的好在这 比较省心 什么事情呢 都由民宿老板一手操办了 不好的缺点是在于哪 大家小镇里面是有一个菜市场 但是价格呢普遍比批发市场 就是比那些早事夜事的价格普遍稍微偏高那么一点 但是大家小镇离批发市场也很近 因为整个北海嘛也没有说特别大 直线距离也就是几公里左右 大家那边有什么共享单车 可以骑个共享单车去这个批发市场也很近 我们住在大家的时候也都是每天要不开车 要不骑着小电瓶去买菜 很方便 其实这个也当也算是大家的一个娱乐吧 毕竟买买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咱们再说说大家可能周边的一些小区 小区的优点是在于呢 是你可以花住民宿同样的价钱 可以住到更大的一个房子里 基本上小区一个开建的价格是在800到700块钱左右 呃我说的那个我说的对面那个恒大 基本上是在700到800块钱左右 有一个开建的价格 你像嗯想花1200到1300 都可以租到一个一居室到两居室 七八七八十平米的一个房子 但是不包水电煤气这是不包的 但是缺点同样也很明显 就是没有像民宿那么省心 说了这两个地方呢 反正个人觉得啊 就是在银滩在北海住 还是住在银滩周边比较好 因为靠着银滩很近 包括骑个小电瓶车啊 或者骑个小自行车啊 都可以上银滩周边去转一转 看一个玩一玩 就是有一些休闲娱乐的一个设施在里面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比较看重 就是北海银滩这个周边的小区啊 或者是民宿啊 主要的一个原因 你像这个时候呢 就有些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推荐推荐北海市区里面呢 为什么我不推荐呢 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推荐啊 你像我在北海也看到市区里的 就是那个北海的那个万达广场 对面小区我也去看过 其实那个小区呢 怎么说环境也挺好 两居室的价格是在1500元左右 就是变成偏高一点 但是小区环境好 而且那个屋子里的整体配套设施 也特别完善 但是人家怎么说 不越租 不是说不越租 就是你一个月人家不租 人家租起租就是半年 要不就是一个季度那么多 就是人家不会说是短租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很多北海市区里的房子都不短租 只有就是 银滩周边 因为银滩周边都是以养老为目的的 今天的视频呢 到底就结束了 如果是有喜欢的朋友呢 就点赞加关注 下期再见